大家好,我是程智美 歡迎收看請sir的評機會 今天我要評的就是這一套 Comica VD-Live 10的無線麥克風 近幾年多了很多人拍片 廠商都很聰明,出了很多不同的無線麥克風 而且越出越小一套 就像我手上這套Comica VD-Live 10的無線麥克風 這套無線麥克風有一個充電盒 打開充電盒裡面就有兩個無線麥克風 以及一個接收的 配件方面就有兩個縫風罩 一個相機用的接收器固定支架 一條USB Type-C的充電線 還有一條3.5mm TRRS的麥克風 還有一個袋子 這款無線麥克風是可以直接插進手機裡用的 我這一款是一個Lightning頭 是給iPhone的 另外它也有出一個USB Type-C 是給Android手機的 如果你買了一套Lightning頭 但又需要給Android手機用的 可以用它跟機來的TRRS的麥克風 接駁一個Adapter 進去Android手機用就可以了 另外這套無線麥克風也可以給相機用的 只需要將一條TRRS的麥克風 插進去再接駁到相機上就可以了 不過這條TRRS的麥克風 跟機是沒有的 所以要自己附抄去買 首先講講這套無線麥克風的優點 我覺得其中一個最大的優點 就是它有一個充電盒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外出拍攝的時候 我喜歡比較整齊 另外就是要應付一天的拍攝 可能不夠電 變成我充電的時候 又要插進尿袋子 很不方便 它有一個充電盒 就可以方便我去充電 這個設計 其實不是它的設計 應該沒有記載 是一家HOLINAN公司做線 另外一個優點 就是它有兩個無線麥克風 可以收兩把人聲音 例如左邊聲音是榮仔 右邊聲音是我的 我們將兩條聲軌分開 然後回到後期的時候 先將兩條聲音混在一起 亦都可以在拍攝的時候 已經將兩條聲音混在一起 都可以 另外的優點就是 這個接收器 直接可以插進手機裡 用就可以了 不需要另外再接駁線 用起來會比較方便 說一下這個無線麥克風的功能 它有兩個按鈕 下面這個是一個FORM按鈕 可以調校聲音的大小 以及按了之後 就可以瞄準一條聲音 另外上面這個是一個開關按鈕 將它推上去 就用回機身的麥克風 將它推上去 就可以外接一個LAD麥克風 亦都可以接駁一個耳機 不過我想不明白 我已經在說話了 究竟我要回覆自己的聲音 做什麼呢 又會不會是想著 例如我給旁邊的人聽我說話 但旁邊的人已經在我旁邊 那為什麼要聽我說話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雙向的模式 意思是除了無線麥克風 可以將聲音傳送到手機 亦都可以經安裝在手機上的接收器 傳送手機的聲音到無線麥克風 例如我用Zoom的眼鏡開視像會議 可以經無線麥克風接駁 就可以聽到與會者的聲音 這個接收器有兩個按鈕 一個就是開關按鈕 另外就是一個叫M和S 這個按鈕可以讓我們選擇是螢幕 或者是Stereo 意思就是可以將兩條聲音分開 亦都可以將它混合在一起 現在就試一下這個無線麥克風的聲音 我現在將Earphone接駁到接收器 用來回覆一下聲音 因為這套無線麥克風 是沒有一個錄音的功能 這套無線麥克風的最好就是 它是小隻的 而且一插在手機上便可以用 不用又要接駁線 真的很小隻 而且很輕的 夾在衣服上 有時我穿T-shirt 都沒有那麼容易 放進去 這樣 不過我接收也很輕 比如你手機放在穩定器上 都不會影響到平衡 這套無線麥克風有三個顏色 有黑色、白色 還有一個好像是粉紅色的 我自己選了一個白色 為什麼呢? 因為我都有很多套無線麥克風是黑色的 看上去想分明一點 還有有時候用來搭配衣服 黑色、白色這樣 現在就試一下VD-Live10的無線麥克風的距離 廠方說這套無線麥克風在30米內 無遮擋是可以收到的 我現在要先試一試它 我相信現在我的無線麥克風對著接收 應該也收得沒什麼問題 我現在試一下背著它 這個範圍大概5至7米左右 一轉身基本上已經收不到 現在應該大概有10米的距離 不知道大家聽到聲音是否清楚 我現在的無線麥克風對著接收 好 我現在又向接收器 試一下打橫走 看看聲音會如何 走到大概30米左右都能收到 不過身體如果轉側了一點 都已經收得不清楚了 這個無線麥克風也是跟著DATCAD 一個防風炸 就這樣 套進去 就可以使用了 這個DATCAD手工也很差 好像不斷脫毛毛 不斷脫毛 真的 還有一條 是 很粗的 一個Logo的布帶 我想暫時 我看到這麼多品牌 好像只有 這個品牌 出這種DATCAD 是有這麼粗的布帶 可能廠方想著 我掛在身上 有機會這個布帶露出來 幫到它做一個廣告的宣傳 不過 我不會給它這個機會 我一定會用一把剪刀剪掉它 我用這個無線麥克風 發現有一個缺點 就是 這個接收器 它有一個音量的顯示 但是 發現好像不斷延遲 又或者好像沒有什麼反應 我聽過 一些心師都說過 有些藝人在休息的時候 忘記了 那條聲音 有時候 說一些秘密 就讓它聽到 所以心師都提醒我們 記得拍完後 就要那條聲音 但是這套無線麥克風 居然有一個功能 很強勁 就是 當你按了這個按鈕 放了幾秒之後 就會瞄了一條聲 但是你以為瞄了一條聲 其實是瞄不到一條聲 因為這個接收是繼續聽到 這個無線麥克風的聲 我不知道這個廠方設計的時候 是出現問題 還是firmware 可以更新後解決這個問題 又或者 根本就是一套 古惑的無線麥克風 我測試過這套無線麥克風 大概3小時15分鐘 接收就無電了 而這個無線麥克風 是還有一格電的 這套無線麥克風 有什麼可以改進呢 就是我覺得 外形上其實 都不是很差的 不過我覺得 還可以做得好一點 就是會不會設計得 時尚感重一點 另外就是 它沒有錄音功能 希望它可能下一代 會出到有錄音功能 都是這麼小的 那它就厲害了 就是這些無線麥克風 對我來說 距離也不是很重要 有10米我也覺得滿足 最重要就是 不要那麼容易受到干擾 就是通常 用這些無線麥克風 多數來拍Vlog 我很少會回覆自己的聲音 所以 它可以抗干擾 做得好一點 或者有錄音功能 對我來說 我會有信心去用 不說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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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